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金牌资讯频道,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避免美国国税局、IRS查税、报税表有这些特征,会被国税局盯上 美国国税局、IRS税务审计、Tax Audit是对机构或个人的账户和财务信息进行审查 以验证报税表格的税额是否正确 要想避免国税局查税,就要先了解你的耐税申报表是否出现以下的这些特征 它们最容易引起美国国税局的注意,从而触发税务审查机制,被列为IRS查税的对象 1.交易加密货币或其他虚拟货币的报税 加密货币、比特币、以太坊等和其他虚拟货币越来越受欢迎 其共同特点是,缺乏与常规有形货币相同水平的政府控制 但是,根据美国联邦所得税条款 虚拟货币被视为个人财产 纳税人需要申报这些交易的任何收益或损失 2.高收入或超低收入 年收入在25000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的纳税人 被国税局查税的概率最低,抽查率一般不足0.5% 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投资收入 这本身就会引发美国国税局加强审查 特别是对于需要更复杂报告的投资 如房地产交易、资本收益或雇主股票期权 如果查出问题的话,补税罚款也会更高 这对国税局具有吸引力 申报收入太少的报税表 也容易引起国税局IRS的关注 根据2018年的数据 申报无收入,AGI为0美元的人有2.04%被IRS抽查 3.报税表出现过多整数 报税表上应尽可能使用准确的数字 假设您是一名摄影师 要求将495.25美元的镜头作为业务费用 可以将其四手捂入到495美元 而不是500美元 经常在报税表上填写非常整数的数字 例如100美元、2000美元 这会引发国税局对提交虚假报税表的怀疑 触发国税局查税 4.连续多年的业务亏损 新业务短期亏本运营是很常见的 但是,连续多年的支出超过收入 可能会触发美国国税局调查 是否所有收入都被报告或报告的扣除是否有效 5.报告大量现金业务 经常处理大量现金的企业 例如,美甲沙龙、餐馆、洗车等 尤其是那些工人赚取小费的企业 很容易少报收入 所以,这是IRS的重点关注对象 请注意,对于大额现金交易 需要填写8300表格 即在贸易或业务中收到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支付报告 6.报告过多的慈善捐款 捐赠可以减税 如果您为慈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您就有资格获得一些当之无愧的扣除 但是不要报告虚假捐赠 比如要求在4万美元的工资中 扣除1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费用 那就会引起IRS的关注了 7.扣除过多的成本和业务费用 与报告太多损失一样 报税表中出现太多需要扣除的成本和业务费用 容易引起国税局的注意 要获得扣除费用资格 必须是对您的业务来说是必须的 与收入相关的超额费用 通常会让国税局怀疑提交虚假申报表 以试图减少纳税或增加退款金额 例如 医疗费用占纳税人收入的80% 可能会让国税局关注 8.少报错报收入 纳税人经常会无意中 在纳税申报表中遗漏收入 尤其是在纳税人拥有多个账户 或收到多个W2或1099的情况下 很容易忘记报告某些账户的利息 股息或收益 雇员的W2表 自雇人士的1099 miscellaneous表 或者利息分红等收入的1099 int 1099 div等等表格 IRS也会收到一份副本 IRS从第三方收到的信息 与纳税人在申报表上报告的信息之间的任何差异 都可能引起IRS的注意 9.公民或绿卡身份持有海外资产 如果美国国税局 怀疑纳税人拥有一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资产 并且没有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 FBA2 或者如果他们认为纳税人 在FBA2上误报资产和收入 则纳税人可能会受到FBA2审计 FBA2审计可能很复杂 不遵守FBA2报告要求 可能会使纳税人受到高额罚款 10.从退休账户提早提款 纳税人经常从税收优惠的退休账户中提早提款 这些账户不符合允许提款免税的情况 此类提款会有额外10%的税率 美国国税局会留意未报告的提早提款 11.美国国税局IRS强悍的执行力 在美国避税是合法的 但是逃税tax evasion是重罪 最高刑罚入狱5年 罚款25万美元 如果报税不正确 轻则补税罚款 重则会惹上刑事官司 如果被国税局IRS查到你的报税有问题 IRS就会展现出强悍的执行力 12.IRS可以直接从您的银行账户中取款 不要以为你银行账户里的钱是安全的 美国国税局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利 他们可以简单地对您的账户征税 并拿走您的钱 2010年来自费城的52岁艺术家琼史密斯 他正准备去医院接受脊柱手术 美国国税局在他的账户上设置了1万美元的税收留置权 这比他在银行里的钱还要多 而这都是因为他给国税局发送的错误地址 没有收到国税局发送的税务审计通知 13.在被证明无罪之前你是有罪的 与司法系统不同 美国国税局的运作原则是 如果您在纳税申报表上做错了什么 您就是有罪的 你必须提供文件证明你是无辜的 否则你就要接受补税罚款 14.如果您欠钱 美国国税局将收取罚款和利息 如果你欠国税局的税款 您还需要支付罚款和利息 正如美国国税局在其网站上所说 罚款从报税截止日期后的第二天开始计算 不会超过您未缴税款的25% 这意味着如果您欠4000美元 您最终可能会欠5000美元 15.国税局 可以没收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抵税 如果你欠国税局的税款 并且没有办法偿还欠款 国税局有权扣押您的工资 你的雇主 必须完全遵守美国国税局的规定 你会突然发现你的月薪变少了 不仅如此 美国国税局还可以征收您的退休账户 租金收入 人寿保险单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您有车辆 他们可以扣押 出售并将资金用于您的税收债务 更糟糕的是 如果债务足够大 他们实际上可以拿走你的房子 卖掉它将其用于偿还你的债务 如果情况变得更糟 您被判犯有重大税务欺诈和逃税罪 欠款超过10万美元 你就犯了联邦罪行 可能会被判中刑 在某些情况下 最长可达5年 罚款可能高达25万美元 今天的节目 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